大家好,欢迎订阅Sophia的频道 今天呢,想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房间 给大家看一下语言般提供的座宿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我到底住的好不好呀 然后房间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而且我马上二十分就要搬走了嘛 也就算是一个纪念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走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现在是在门口 我是住在一楼 今天运气很好 刚好那个灯开了 然后这个是楼 电梯间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我们进门就是必须要开的 就是看着这个地图 然后去找我们要去哪里这样 然后再往前走是厕所 厕所呢 就是洗手台啦 洗手液什么的 那都是房东的 我觉得一应俱全 然后毛巾啊 然后毛巾啊 然后柜子 这是分别放我们三个东西的 然后旁边是浴缸 浴缸 然后这个是马桶 上面有卫生纸啊什么的 然后上面会有提示雨 这个就是厕所啦 关灯 再往前走是洗衣房 就是洗衣机啊 烘干机啊都在这个里面 但是我们进不去 上面是这边就是工作人员的名单 都会在上面 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厨房 首先呢 这就是一个柜子 这个柜子里面有吸尘器啊 然后做清洁的一些东西 上面就是急救药包 然后清理的东西 这个是熨斗 其实我还蛮想用的 虽然这个我还没用过 我以后可能会试试 上面就是一些广告搭什么东西 然后还有小地图 这样你想要都可以拿的 然后这边是个小桌子 往前走是一个餐桌 上面有圣诞装饰 这是房东装饰的 因为过圣诞节嘛 然后前面是巧克力 我们已经吃了好多盒了 这个是一个酒性巧克力 呃 我不是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这个就留给室友们吃吧 再往前走呢 就是我们经常待的地方了 就是做饭的地方 这个就是冰箱 旁边是洗碗筋 这边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厨具 虽然我很多都不知道怎么用 上面就是两个柜子 这个是房东的柜子 这个是我们的柜子 房东里面有很多碗什么的 我们都可以用 然后这边是微波炉 旁边就是电磁炉啦 然后电饭宝烧水壶 有一个是房东的烧水壶 有一个是室友的 上面也是我们室友两个人的东西 底下这个就全部都是厨具啊 过碗票份之类的 然后这边就是餐具什么的 你们拉一个出来看看就好了 再往前走就到了我的房间了 我们进去吧 好 现在就能看到我的房间啦 我的房间这个门是因为它上面的凉 就因为修啊什么的 然后已经变形了 所以每次就会有咔的那个声音 然后上面可以放两件衣服 下面就是垃圾桶 上面是一个牛奶盒子 因为要分类嘛 我就把要分类的就放在上面 等我有时间就去丢 底下就是我的鞋 然后这个是一个毛巾架子 毛巾是房东提供的 然后上面还挂了我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边就是我平常做的最多的地方啦 旁边是水壶跟我的小台灯 然后还有笔 底下的书是语言般送的 本来是打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来的 结果用来电我电脑了 因为电高一点对颈椎会比较好 然后这边是我的书 我也经常用到的书 然后这个是一个镜子 这个是键板 然后电源什么的 这两个是我空瓶用完的盒子 然后一个装刷子 一个装笔 也就这样装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一般录试色的视频 然后放的架子 后面是一个卷刘海的 但是我刘海失败了嘛 然后就放在那儿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接电视信号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 房东跟我说的 底下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纸 然后这边就是电视机 我有时候会打开看一下 但是不是什么很感兴趣吧 然后这一边就是我一些常用到的东西 底下也是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筒货什么的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筒货什么的 这里底下的两个是文件夹 会放我学习用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边有一个接线板 这个椅子就是我平常放学书包放的椅子 然后这里底下就会放我经常要用的上学用的资料啊什么的 这个袜子就随他去吧 然后这边是 这个桶是我的泡脚桶 然后上面是我在黑位买东西的时候送的圣诞到手日历里面 全是巧克力 我还没穿 后面是我第一次开箱的那个 Cutis的圣诞到手日历 底下就是装它的盒子 你看这个盒子得多大 好浪费啊 然后这个盒子我是拿来准备搬家的时候应该会用上 所以我就还没丢 后面是HM的一个袋子 然后这边这个小桌子上面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洗炼金 药膏 然后卡子 然后杯子 笔带 里面就是这个是我来德国所有的购物小票 然后还有一些宣传单 茶 然后那个圣诞日历里面的袋子 这个里面有我没有用到的数据线啊 充电宝什么之类的东西 这边就是小样 这边这底下是泡脚粉 这个是备用耳机 然后这个是枸杞 对这个是我的运动服 然后因为有时候要随手拿嘛就直接放在这边 然后这个椅子上我会放一些睡衣啊什么的 就是早上换下来的衣服 这个就是我的箱子 把它放在这 然后里面装着我不常穿的衣服什么的 然后这就是个大柜子 上面这个是我的箱子 这是房东告诉我 这样收纳比较不占地方 然后旁边是洗衣篮 就是我们把这张衣服全部放在里面 上面放包 然后放在那个洗衣服的门口 就可以洗衣服了 有点小贵 没有用过 然后再看这边是一个小台灯和我的眼罩 然后我觉得遮光效果还蛮好的这里 所以眼罩就没怎么用 小台灯我倒是很喜欢 然后就是我的衣柜啦 有一个全身镜 这边就是放我比较常穿的衣服 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这边也是 然后这个是我的同货 没有什么用的书 然后一个小包包 这个包包还蛮重的 然后底下也是衣服 在下面就是米啊 然后茶 洗衣 然后这个是用过的牙刷 我应该会把它用别的用 这个皮是放在这里清新空气的 干了我就会把它丢掉 底下还有两个柜子 这个是姨妈金的柜子 这个就是随便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柜子 然后这就是我的床啦 这边就是放着的钥匙 然后开灯的地方 其实底下还有是我的水瓶 这两个是用过的 是我做运动的时候要用的这一瓶 是没有喝的水 其他的水就已经被我换掉了 再带你们来看一下窗户外面 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一个停自行车的地方 然后走来走去我也能看见 有时候我就会跟房东打招呼 好了 这就是我的房间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 再见 我的房间感觉还好了 东西不是那么的多 对吧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房间 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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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